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不学无数也发愁 这一期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 关于中国人在国外旅行的时候 表现的有一点点没有礼貌的这一个话题 这个话题可能有一丢丢敏感 我开始也不是很愿意做 但是我看到Kevin的一条微博 我决定还是去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 因为中国游客被认为很没有礼貌的这个事情的背后 实际上是有很多的误会的 是也不是吧 据我的观察可能是一些年龄比较大一点的 然后一般是跟团出来旅游的人 可能在一些场合表现的有一些欠途 主要表现在说话声音很大呀 随机土谈呀 或者插队这些我们都知道的地方 可是当我试着站在他们的立场上 去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做的时候 这个问题又好像没有那么复杂了 一群大爷大妈在国内在惯了 难得出去旅游 然后又不会说当地的这个语言 又对当地的文化一无所知 那只能跟团出去呗 结果一个团都是差不多岁数的人 对吧 你白天在大巴车上是这群人 晚上去酒店睡觉是这群人 你到景点下来 大家一块溜弯还是这群人 那他们就不能融入 或者他们也不愿意去融入 这种当地的文化当中去 那他们就不会理解 啊原来这个地方说话声音不能太大 啊原来这个地方不能随地转着垃圾 这种想法 因为即使他们现在在一国他乡 但是他们还是生活在国内的舒适圈里面 你要是真把他们扔到国外 让他们自己去体验体验 走一走看一看 他们可能就会发现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 另一方面呢 其实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已经做得好很多了 我在大巴的时候 已经不止一次发现 有中国的学生和从中国来的自由森的游客 他们在等红灯的时候 即使没有来往的车辆 或者是大家都在横穿马路 他们也会坚持把红灯等完 而且我真的已经非常少发现 有年轻的游客会随地吐团 或者是乱人垃圾了 我觉得这种随着年代更低而带来的改变 是一种好事情 这一点可能困扰过很多人 就是你这个服务员 为什么在服务别人的时候笑脸盈盈的 服务我们中国的时候就黑这个脸 你给谁看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是文化方面的 就比如现在大家去泰国的人很多了 大家都知道泰国要给小费 一般给的话就给四五块人民币 钱不多了 所以大家给起来也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你去美国给小费 可不是四五块钱的问题 美国一般给小费会给到15到20% 所以也就是说 你吃一顿100块钱的饭 你可能会给15到20块钱的小费 凭什么呀 我不给 且不说小费文化的好与坏 如果你是一位服务员 当你尽心尽力地去服务一桌客人的最后 你却没有得到你应该得到的 那你肯定会对客人怀有不满吧 其实上面说的还好 大不了我就不去该给小费的地方了 下面我要说到的才是我经常在国外遇见的 被差别对待的原因 语言 这么给你打一个比方吧 在国内我们是这么点菜的 服务员 我要一个公保鸡丁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 感觉好像没什么大的问题是吧 但是在英语的场合下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Hey waiter I want kong pao chicken and this Thank you 那如果你在国外生活过的话 你就能理解这其中的问题了 我们先尽量从语言方面来分析一下这个具体存在的问题 首先用waiter和waitress来叫服务员的话 已经是一个不太有礼貌的开场了 我要一个这种表达方式 在中文里面可能听起来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在英文中却是一个很没有礼貌的表达方式 因为通常在英文中会有一种更委婉的方式来表达要求 就变得类似于中文的麻烦给我一份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这一点可能不是一个跟语言有非常密切关系的点 但就是你的表情 因为没有一个人应该去承担你的情绪 所以你不应该板着脸去提出一个要求 不管你是觉得这样很酷 还是你认为你自己的英语不好 至少给出一个微笑 或者是产生一些眼神方面的交流 让对方知道你不是一个没有礼貌的人 毕竟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太差嘛 所以有的时候其实不是我们故意要表现的没有礼貌 只是我们不清楚如何在一个不同的文化环境下 用一个通用的礼貌模式去和别人沟通 例如在英国一般你买任何东西 甚至在超市你都要跟声音员打招呼 说嗨 how are you 你能想象你在国内去超市 然后跟声音员打招呼 嗨你好吃了吗 我愿意挖挖子 但是当我们进入到不是我们文化领域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尽量的去尊重他们的文化 刚刚说到了文化这一点 其实还有一些在国内可能不会被认为是没有礼貌 可能在国内没有被指出来的没有礼貌的行为 也会对你产生困扰 那么这里有跟大家列几个 我经常会遇到的 可能会被别人觉得你没有礼貌的几个点 第一高声说话高声喊人 这个可能是我在国外最经常遇见的情况了 有时候在商场里面是吧 环境很惬意 你音乐流淌着 你在很放松的购物 然后这个时候就不传来 老王老王这儿老王 老王在这儿老王老王 你可以说国内的人多呀对吧 所以我们交流的声音需要大一点 但是你在国外呀 第二点 学别人说话 我真的每次去泰国都会听见 有中国人在泰国人的旁边 学泰国人说话 然后两个人哈哈哈哈笑 希望以后一个人还会说 哎呀你好烦哪 你不要学人家说话了 Listen to your friend 你这么想嘛 有外国人来中国旅游对吧 然后在你的旁边听着你说了一句话 他就跟他的朋友学你说话 学得还特别夸张 语调也特别夸张 然后也说得特别难听 你在旁边你能怎么想 哇这国外国人好可爱哦 你肯定是恨不得把他杀了对不对 第三点 不要说把谁杀了这种话 尤其是在英语国家 I want to kill you 不是一个常用的表达情绪的说法 我有一次坐火车 去上海找我的美国朋友 然后见到他们以后 我就给他们吐槽 在火车上有很多 很烦的熊孩子啊 很吵 我就说 Yeah I wanted to kill them 然后我的美国朋友就 屁股疼 第四点 任何地方都要排队 我上个月从泰国回国的时候 在机场 从过安检开始 到我的屁股 坐到飞机的椅子上 中间 我总共被插了五次队 一次是过安检的时候 因为是两个通道进 然后你就会被带的扭来扭去 扭来扭去 这个时候我前面那个女生 就跟我后面那个女生说 你怎么到后面去了 我也不知道 咱们不是在一块的吗 对啊不是吗 那我肯定心想 人家既然是一起的 那就和他们一起过好了 然后我就准备回头 跟后面那个女生说 你走我前面吧 正当我准备回头 跟她说的时候 那个女生就插到了我前面 然后跟前面那个女生说 哈我来了 全程看都没看我一眼 我越想越气 越想越气 终于忍不住去拍了拍她 然后 我抬起头 对那个一米八的女孩子说 哼 小妹妹 下次插队以前 跟前面的人打个招呼 好吧 然后出一些原因 我需要出去再重新过一遍安检 所以我又要排队 在排队的时候 一个阿姨就 也是 看都不看我就插到我前面 你们也看看我好不啦 我也是个人 我就 又拍了一下那个阿姨 我说 啊 你好 这边是一条队 那个阿姨说 我知道呀 我说 啊 所以您应该在我后边 然后那个阿姨特别开心的跟我说 啊 我们是一个团的 所以不管你是跟朋友还是跟团 短暂的分离 不会让你们变成陌生人 如果你要插队的话 礼貌的去问一下你前面的人 然后得到许可以后 再站到他的前面 第五点 吐口中的小东西 你知道就有时候我们嘴里面会有一些小东西 就不会吐不出来 咽咽不下去 然后我们就 之前我朋友跟我说 中国这么做好没有礼貌呀 我还不理解 直到有一天 我被喷上了一颗韭菜 以后嘴里面有东西 还是用纸巾去擦 所以我上面提到这么多 中国人会被认为没有礼貌的地方 其实很多一部分可能是 因为文化差异 或者是语言造成的 那语言可能不是一两天能解决的事 但是文化方面 你大可以在出发前去查一查 当地的文化和习俗 甚至是你在一边旅游的过程当中 你就去观察别人怎么做 去观察四周 这样的话就不会被别人认为 你是一个没有礼貌的人了 有些人可能会对不文明产生一些误解 就比如说 你看那韩国人说话声音也很大呀 你看那个白人 他也随地乱人垃圾呀 你可能需要明白的一点是 不是有人做就是没有错 你想要得到别人尊重的前提 是你先给予别人尊重 是尊重不是不鄙视 这两个不一样 说了这么多 其实我也会遇见一些 在其他国家司空见惯的行为 在中国的文化里面 可能会显得格格不入 或者是没有礼貌 比如我在美国的时候 我的朋友们醒鼻涕 都不会刻意回避呀 或者是声音 让自己的声音小一点 但最起码在国内 我和我的朋友们 醒鼻涕都会稍微测个身呢 或者是声音小一点 不要吵到别人 这些以后再讲了 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如果你是一个有礼貌的人 就给我点个赞 加个弹幕 留言 关注 四个角度 我也不知道哪个角度 就这样了 拜拜 太羞耻